已經到出貨開會的人數 為了計程時間 我們先開始來代表 不過先就是 或是決議的,我們先宣讀會議紀錄 還有,我們就先請你們 那我們就先宣讀上次的委員會議紀錄 第83次文資委員會議紀錄宣讀 報告案,案1,不定谷基台北府城北門週邊考古視覺計劃案 結論,本案恰息,請相關單位將委員意見納入參考辦理 審議案,案1,試定谷基台北工業學校紅樓修復即將利用計劃審查案 結論,本案審查通過 案2,北投區七湖籃球場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結論,原則同意登陸七湖籃球場為本市歷史建築 為登陸理由代補充後再提送本委員會審查 案3,北投區光明國小預定地公管路83號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結論,北投區光明國小預定地公管路83號 不具文化資產審存價值,不指定古蹟,不登陸歷史建築 案4,文化景觀前除山寶存及管理原則案 結論,本案請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同意決議寶存及管理原則 請委員參看書面資料 有關文化景觀範圍內支非法佔用戶 建物安全性疑慮等,不列入管理原則界定 未來採個案方式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案5,中正區衡陽路106號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結論,中正區衡陽路106號 不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不指定古蹟,不登陸歷史建築 同意解除列管,為本案基地新建工程之設計 以原有立面現地保存與新建築結合為原則 後續請本市都市更新處及建築管理工程處追蹤辦理 4,臨時提案,台大醫院波爐市文資提報案 結論,文化資產保存法修正公布在即 請文化局預先研議相關因應措施 本案請文化局在現行法規下採取積極做法 並進去辦理現研案 以上 會議記錄 比較意味的委員,有沒有什麼要提出更正? 如果沒有,我想承認一下 記錄 上次我們談談我們的報告 就是市鐵��幻學校的碑 那個碑就是,我一個建議 就是說,它是改叫做市鐵Saang 但是譯彈還能不能講出來 然後好像主席也才是說希望這個前四萬街角再做補充 不曉得這個沒有放在紀錄 但是有沒有處理 好像在紀錄上面 剛剛委員報告還是我們先做確認再跟委員這邊提起報告 我們接著要進入報告案 報告案一 105年度私有文化資產補助案資本門第三階段補助經費辦理情形報請公見 報告案一 辦理情形 本市105年度編列私有文化資產補助經費 前經第1、2階段審查核定後經常門已全數分配完畢 資本門剩餘105萬2873元 根據辦理本階段分配事宜 辦理情形2 本案第三階段申請於105年7月31日截止收件 提出申請為 以中格緊急搶修計畫 辦理情形3 本階段專案小組延續由前兩段審查委員李委員遷讓 1055年8月2日召開現場會勘集審查會議後建議分配結果如下 原則同意補助經費概算數為1316000元整 本次系數暫時性維修 後期應全面按文資法進行後續股基修復再利用 本案以私人類別補助依前續經費概算數補助額度80% 以1052,800元為上限 辦理情形4 依上訴本次審查建議核定資本門一案 1055年9月底提出設計圖說修正預算書及預定施工期程送本局審查 於簽訂經費補助行政契約後方德辦理發報作業 你請同意被查前述核定補助結果分配結果將公佈於本局網站 審議案一案由北投區歷史建築七谷籃球場登入理由審查 本案西依據前次會議紀錄辦理前面有關基本資料部分 就先不再重複 那基本上是依據前一次八十三次文資討論結論 補充登入理由再提醒委員會審查 那補充理由如下 登入理由 一 本球場創建與支氣兵團所屬之眷村相關 為光復初期籃球運動發展中藥球隊七湖籃球隊主要活動場地 培育不少籃球博手 民國四三年因部隊調動球隊離開北投後 成為北投當地球隊訓練的主要地點 對帶動當年籃球風潮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具有籃球史上的價值 登入理由二 本球場於民國四十年建成佔地約兩百多坪 包括四個天橋式的入口及十五層階梯看台 且具夜間照明設備為當時台灣少見具建築美學形式的陸天籃球場 球場雖僅殘存部分看台及入口門柱為人具有一定的歷史記憶特色 登入理由三 符合歷史建築登入廢址審查及輔助辦法 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次評定基準 這是現場的會看照片 當天的會看照片 還有這是殘存的門柱 那以上提請委員討論 李斗遠 因為我們上次針對這個球場登入的理由 還有委員還有這個 絕對需要釐清的部分 那今天是不是可以確認 我們就根據這個文字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再確認後就可以通通 上次這個 我可以理解一下 就是第二點 就是本球場是民國四十年建成 但是後面那個四個天橋 還有夜間造明設備 這個是民國四十年蓋的嗎 還是後來架建 因為按照這個文字的說明 看來都是民國四十年蓋 但是當年很難有什麼夜間造明 你不曉得這句話的意思是 主要是質疑後面那個四個天橋式的路口 還有夜間造明設備 是不是民國四十年蓋 如果我們不能確認的話 那委員有一件事 我們就把這句拿掉 如果 就是拿掉的意思 就是說 因為這句話寫 民國四十年建成 包括了什麼 但是後來加建了什麼 所以我說請我夜間造明 如果不確定 各位是後來 所以那時候它比較代表的意思是說 那時候是台灣第一座是 有夜間籃球場的形式 所以那時候是 夜務科那時候想要表達是這個 那這個文字我們知道 可能稍微再做修正 就是說 因為它畢竟夜間造明 那時候是比較特殊性 但是不是四十年那時候 一開始做明 所以 所以真正四十年蓋的是十五層階梯的看來 三地約兩百多年 後來就加建四個田橋市的路口 還有夜間造明社會 那為當時 這個當時也是這樣寫的 有點麻煩 因為到底這個當時指的是民國四十年 還是後來的加建的時候 所以這個要表現的是那個 剛剛講的夜間造明設備 就是這個整個讀起來 就是對那個時間點 比較麻煩 因為今天真的要來的 朝紀人 歇文今天就有兩個 所以 我有方法 因為登陸綠綠劍能夠在整個台灣的藍酒花糖史上 如果能夠把這個人事物能夠再有食堂的強化的話 那我是覺得對台灣籃球的發展有這樣的一個記憶體是非常好的 不過這個看起來還是比較弱一點 這個所謂15層台階梯應該是15層台階 因為它是桌椅是台階 我不曉得就是這樣才會建議 那天那個參與專案不曉得是不是可以再做一點補充 因為希望能夠跟我們台灣的籃球花糖史上能夠有適當的連接 而它佔了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王國軍老師嗎 王老師 因為建築的話是可以講一下 但是對籃球事物不是說什麼 建築的部分的話 我是覺得不用特別強調那個美學形式 因為它其實就是 我想當時應該是沒有其他的籃球場地這件事情是可以強調的 因為我們那天聽那個 因為那天來的應該是領導還是誰吧 他們好像對籃球運動都非常的熟悉嘛 然後他們就知道他在當時的重要性 我覺得還是從這個角度 因為好像當時根本沒有一個這樣子的政治場地 然後可以來比賽 可以那個 我那天聽那個講的是影響 不好意思 因為我以前小時候沒有特別關心籃球 所以這個部分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覺得應該是強調那個部分 謝謝 請問各位委員我們是要尊重當時主席徐老師 可能最後可以在這個本路理由上還可以更確認 要暫時延到下一次會議來 還是說我們現在 那跟主席報告 那因為今天薛老師沒有在場 那我們會後再跟薛老師再做請教 那這部分我們再做補充 再提下一次會議報告 請問各位委員這樣子不可以 對不起 班長老師 那個我同意剛才那個局裡面的說法 不過這案子是不是應該有個範圍 因為我們現在只看照片 到底旁邊哪些是屬於氣候來的上 哪些是級別外 可能下次可以把它通知狂傳 謝謝蔡委員 那我們是不是就針對委員們的這個建議 一併修正 而且更精確的標示這個相關的範圍 那也請跟這個薛老師 你們在這個文字上在斟酌 在確認之後 我們再提醒下一次來討論 謝謝 好 接著審議案2 案由中正區邵新北街31下53號建物 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提醒審議案 依據文化資產審查案 依據文化資產審查案 提醒審議 那依據文化資產審查法第17-18條 古蹟執定及廢紙審查辦法歷史建築 登陸廢紙審查及輔助辦法辦理 那基地位於中正區超新北街31下53號 座落於中正區成功段一小段一三零地號 所有全機關為裁戰布國裁戰署 那安息民眾於105年2月25號 提報表向本局提報 那本局於105年3月14號辦理 列車監務會開 那結論是 本案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2條列車追蹤 必請提報仁義委員意見再行深入考證實身份 那本局秉職權依文化資產保存法 啟動文化資產價值審查程序 那本局於105年5月5號 辦理文化資產價值審查 專案小組會刊 那出席委員的結論是 初步認定據文化資產價值 本專案小組意見 後續將提文資會審 審議參考 那專案小組委員的意見 建築 建築仍得保存 大跨多支木行價 具有相當之價值與特色 無論是帳號新建或是使用員 愛國高等技藝學校之材料 一件都值得保存 那本建物成分自行 推測 北側建物 興建於1948年到1957年間 那南側建物興建於1957年到1967年間 歷史年代並非久遠 其內部之大型行價非常精緻 且本建物與二戰前 日本東亞戰爭期間 安置富人會及糧食政策 有一定的脈絡關係 那第三點是 建物基地為 台北愛國高等女學校所在 現行建物為 1950到1971年間出現 內部募購價規模龐大 勝趣價值 且具再利用可能性 那地形地基圖 當日會看的照片 創建年代是7月1959年 那目前通話是閒置 那 價值分析具歷史文化價值 那未來管理維護財務規劃 那有相關單位要說明 那要請 那要請 那請相關單位要報告的 對我們跟大家介紹一下 今天有關審議案案 相關的提報人 機關門的代表 跟各位先介紹一下 好 那首先 這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這個楊凱銘先生 好 那 那 最近這個案子 我們立法委員您想做 國會辦公室廖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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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延在場 那來關心 那提報人是我們這個 還有華山人文文史工作室的這個張揚張堅 那最後是我們國立產能藝術中心的這個主任 對,那個翁志聰主任跟這個同仁一起 那是不是要請這個 那我們是先請 我有財產署這邊是我們可以先確認一下這個 因為相關的資料是表示我們財政庫國有財產署 對這個保存的意願是沒有特別的意見嗎 所以我們可以確認一下 好 主席各位朋友 好 就針對這個上新北街31向53號的建物 它的建築完成日是民國48年2月27日 那它主要的建材是加強專照這樣 那是否具有古蹟或文化資產價值的部分 我們這邊會尊重神議會的決議這樣子 那其實國有土地已經有相關的活化利用計畫 那這個建物其實我們已經完成報廢手續 那也完成招標跟拆除招標程序這樣 那相關的拆照都已經下來了 那一文化資產保存法第20條第四項規定 建造物金列為佔定古蹟至全力冷知財產受由損失者 主管機官應予以合理補償這樣 那因為我們現在招標廠商其實已經有相關的 因為旅約的清醒都導致有一些相關延伸性的行政費用 那這行政費用 就是我們這邊是希望文化局能夠支付一些損失的費用這樣 因為我們有一些像是拆照或是一些請照或是廢土方的這個部分 其實已經有一些費用一些支出 廠商已經有費用一些支出這樣子 好 那我們是不是繼續 這部分 因為今天是屬於文化資產審議委委會 那其他行政的部分我們可能會後再做討論 那想說今天的提報人有沒有要補充說明的部分 張先生 你好 我是華香文子工作室張陽 那麼在過去的14年當中我們對這幾棟建築 包含七東街以及華山酒廠以及這一棟建築的考察 那麼花了很長的時間 那我們樂見於這個建築物最後能夠被保存下來 但是它必須要能夠產生的許多空間 是包含它的跟酒廠之間的這個聯動 也包含它的停車場入口處 以及假設說它被保存下來之後 它的前後的這個空間 就是過去在這個建築的前後空間當中 它是不是具有這個歷史空間的保存的意義 這次我們提報的內容當中 不只是這棟建築 也包含著這個周圍空間 包含這個 就是當初由日本在1937年之後 把這個房子再捐給市議所的時候 那個空間它載明的是包含一分地 以及507坪的這個土地 這個建築物 那我只是希望是說 假設我們是希望能夠保存這棟建築 作為未來的這個使用 就是文化的使用的話 那麼是否能夠把周圍的這個動線 包含它的珍貴日日時代 所栽種這個椰子樹的這個空間 還有停車場的就是操場的這個空間 是否也能夠一併列入這個保存範圍 所以這個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歷史空間的保存不是只有建築物而已 而且是它的整個出入的這個動線 那我覺得這是我們另外一組提出的 那麼再藉由簡單的一點時間 由於它大概是在1940年代到50年代 所可能是改建的一個建築 那麼我經過我問了 就是我的 就是過去在糧食局工作的這個 正姓的這個三叔公 那麼就是因為我的外公他是參戰的 就是過去參戰在日本時代的參戰 那所以說說對這棟建築 我的外婆以及我的母親 他們當初在婦人會的這個過程當中 他們實際參與的過程當中 他們記憶當中是沒有 就是建築物是沒有變化的 但是可能那個location是有變化 但是對於這個禮堂的那個 那個敘述那個描述 這個建築是就如當年的樣子 就是當我在帶我母親去看這棟建築的時候 我們當初希望是說 是不是能夠針對於這棟建築 他原本的這個故事 能夠再深入的這個研究跟探討 好 謝謝張謙 那這個也請郭主任這邊表現一下 好 主席以及各位委員 那台灣音樂館 他其實就是之前就是跟郭文財產署 他去借用這個防射空間 所以也配合他的一個 剛剛有說明的他的一個相關計畫 然後我們在3月的時候就已經辦理了 那也配合他們做斷水斷電 那剛好這個時間點 那有張楊先生他們有提出這樣的一個 還有這個林昌卓立委 提出這樣子的國際禮堅的一個審議案 那我們現在就是其實我們都已經這個人員 還有一些的這些物品都已經辦理了 然後我們現在比較困擾的是內部 因為之前我們在這個之前作為音樂館使用的時候 那他原先的一個廢棄倉庫 我們有這個請這個建築師陳瑞縣 他做內部的一個空間有一些樹櫃 那這些我們還沒有伴奏 那因為也是因為剛好在這個文字指定的過程當中 所以我們也不敢擅自做拆除 可是這樣子的過程當中一直造成我們的困擾 就是我們其實跟這個過程所的七月 就是接用七月已經在三月都已經種植了 那他們就是過程所一直認為說 我們的定作物沒有拆除 那就是還沒有完成電價 那這部分就是一直造成我們的一個困擾 那還有外面的這樣子的一個庭院 有柱連 那有門柱 那有圍牆 那這部分是跟鐵路局駐地的 就是靠近杭州北陸的一個地上路 那鐵路局也要求我們拆除 因為它要配合國有參數的一個相關計畫 那也像我已經張揚先講的 因為它有一個整體景觀的這樣子的一個考量 所以我們也不敢擅自做出 就直接把它拆了 那這部分也提報到委員會這邊來 那這個委員也做一個考量 那到底要不要依照鐵路局 那還有國參數 把內部的樹櫃 那把它整個一邊拆除掉 還有外面的住林圍牆通通把它拆除掉 那這部分我們尊重委員的一個意見 那我們再後續再做別的辦理 以上 好 可以請問 那裡面有沒有內部的那個照片 因為剛才提到這個行價 那引述到書櫃 目前等等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是確定說 不管它要不要保存 你們書架都會有它嗎 還是它是跟建物結合在一起 我們是有點跟整個內容的幕構 有結合在一起 所以我們就比較不敢擅自 就把它拆除了 然後其實我們是建議說 如果有留下來 那我們是不是用現況點加 可是他們一直認為說 這個沒有完全騰空 就不是 可是完全騰空就要開除了 包括我們現場 那個張委員 還有我們李千陽老師 也都有到現場去看過 對 那也都要現場的情況 謝謝 我先要跟財產署這邊再確認 因為上個月17號 新版的文字法已經正式公告 所以這個部分當然我們理解 就像傳譯中心這邊也會遇到相關的 可能遇到的困難 那我們當然都會設法 用最妥善的方式解決 不過可能我們還是最後還是必須要遵照 資法的相關規定來辦理 那後續稱為我們剛才專委 提到如果在行政支援之上 我們一定會盡量幫忙 那是不是我剛才因為相關的提告人 我有財產署還有這個使用單位 反正來講都已經表達意見 所以我請教一下 我們是要開放討論還是要先 那可以先聽聽看那個當日 有兩場一個是三月份是三月份委員 然後以及五月份的委員的意見 那我們就可以開放委員做討論 好 是 我們有二場共�委員 希望先分享一下這個 下關提鍵 然後看了一下 像 黃帝鯉位 黃暉均委員 還有蔡元良委員 還有李千腕委員 十二 李老師 王老師 我想那棟建築的確我們這個提報人 還有這個我們有人講的 就是它那個墨航架的確非常的靜緻 然後的確是跟日治時期的墨航架的做法是一樣的 但是它有兩種可能性 一個就是說其實戰後台灣已經有很多的營造廠商 它原來在日治時期就承包這些日本政府方面的工作 所以它其實是具備這個能力 所以它也有可能真的來做 然後也做得非常好 那它其實 因此它還是有價值 不會因為它是戰後的建築 所以它就沒有價值 那另外也有一個可能性就是它原來的建築的木材 因為這些木材要取得也不容易 所以它的確在戰後初期 其實到現在台灣還有那種轉移的技術 就是說把沒有的建築那個轉移到這個地方 其實是這個可能性也非常高 那當然我們現在因為找不到承包過這樣的人 所以我們不能確定它是不是真的轉移過來 但是我想無論如何能夠把這個保存下來 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那現在我們也其實很明確的知道 它就是民國48年完成 那事實上我對過地圖是這個事情大概是不會錯的吧 那然後它跟那個糧食局也有很理切的關係 因為它本來 因為這是地點的關係 因為火車運輸很方便嘛 所以它那個戰略物質或者戰後的一些糧食 它都是先集中在這個地方 然後再經由火車就是用到需要的地方 所以我想這個意義也是滿重要的 那剛剛所提到就是整個基地的事情 就我們的立場當然是覺得 因為建那個地方建築密集度真的滿高的 那如果說可以藉由這個東西 然後跟這個酒廠的關係 因為原來它為什麼會設在這個位置 就是因為他們半公半土 就是可以到酒廠去工作 所以它跟酒廠的關係的確是滿值得 去把這個凸顯出來了 那現在的確就是說到底我們要用什麼方式 讓這個地方 因為其他建築說真的你不太能夠說 它是歷史建築或者怎麼樣 但是歷史建築能不能達範圍 整個保存塊畫得很寬 這也是一個我們需要去討論的事情 但是的確這個建築 跟它過去的角色是值得肯定 謝謝 謝謝 謝謝王 那林老師 跟所有的委員和報告 它除了建築物有明顯的特色 另外一個原因是在這個二戰之前 日本人因為有點敗相 所以他就動員婦女 所以他們就設了這個愛國婦人學校 甚至民間還設愛國婦人會 那這個意義我覺得在台灣現在 其他地區幾乎都沒有了 大概只剩下這一個 那就有這個它的人文價值 據說建築物雖然經過戰後1948年的重建 但是依我們看 它應該是利用原來的那個學校的那個禮堂 這種大垮居的那個物價 應該是利用它再重新這個組合 所以不管怎麼樣它還是有價值 至於剛才國參署跟這個文化部的單位 我想如果以它的地點之家 它這個就在那個紹興北路 其實就是散島市的東側 他們國參署如果覺得這個可以這樣做的話 我覺得在仿造過去跟那個傳統藝術中心一樣 再委外見面 我相信很快的應該有一些單位非常樂意進來 所以現在就不急著說我們如果不定它是文字的話 它就要把它這個拆除點交 因為這個就很可笑 因為我們不定它它就把它歸零了 我覺得這樣可能 而且就台北市的這個整體發展 這個地方擁有一個低密度 然後高度也比較低 造型也滿優雅的方式 對市民對里民來講是一個福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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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 主要的觀察一個理解 請問兩位委員都陳述了 那 我想的確在這一區 其實房子密度滿高的 它雖然是在後巷 可是後巷有這樣一棟比較低矮 然後內部空間又很卓越的建築 是非常不錯的 這個建築是成一個摸字型 甚至當中那個小小的中庭 它也有機會未來做些經營 那既然是公家的地 包括傳統音樂中心 其實就是可以協商一下 你看未來房子保留之外 因為我看那個藝術中心 那些家具跟市民其實都不錯 是不是真的要把它歸零生毀 我覺得這可以討論 那也就是說 可能現在的狀況是說 如果國灘署可以對這樣一個基地 整修然後找人來經營的話 那就可以很快檢視一下 現在有內部的東西哪些必須拆除 哪些可以保留的 以上 那副委員針對這個災密的 現看到委員的意見 那其他沒有 還沒有機會到現場去訪視的委員 按相關 你好 謝謝老師 贊成 贊成 好 那如果大家這個 因為我們是合一致嘛 所以如果這個全體的委員都支持 那我們少先北街31巷53號這個建物 這個登錄為本市的這個歷史建築 對不起 好 您老師 那兩個意見 一個是名稱問題 因為拿地資當這個文化資產價值名稱 好像屬於前例 看不出它的文化資產價值 那不曉得可不可以用那個什麼糧食局 什麼什麼辦公室這個來當好這個 我們再看一下 第二件事情就是 就是那個 第十三頁 就是 管理文化資產評估報告的第二點 未來管理維護財務規劃 那這個事情當然是 我覺得是文化資產評估報告是這裡面 這個財務規劃是這裡面最重要的 因為當年會修法 就是那個什麼施行戲則會加這一項評估 其實最主要是那個錢從哪裡來 這個錢從哪裡來 現在聽下來好像 好像現在要求是不是由 因為這個 前面那個單位不要了 要退還了 那當然都會回到這個 這個所謂 所謂這個國有財產署 那國有財產署好像過去的角色 從來也沒有去經營 或是處理過這個 這個文化資產這種建築物的相關事情 當然都很希望後面有 有任領單位吧應該這樣來講 就是那現在看來 不曉得這個 因為這個有沒有錢來 來這個管理維護 是這裡面重要的事情 那當當的那個什麼 財產署也沒有講得很清楚 到底可以或不可以 還是可以再說明一下你們的角色是什麼狀況 未來 未來當然我在猜 以台北市來講 最能夠認定這個單位當然是文化局啦 如果文化局能夠認定的話 那當然這個後面的事情就好辦啦 如果這個就文化局去處理 不然的話這個就會成為懸案 就是未來管理維護財務規劃裡面就不清楚 那可能要先提醒你委員 我們剛才已經特別跟各位再次的宣示 因為我們一定要根據這個8月20 對不起7月27號正式總統 那個另頒布的新的文字法來處理 那這個在這樣子的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在後續的維護管理計畫 那個應該是下一個階段啊 我們今天的文字審查會議的任務 是要認定是不是要同意它分為這個歷史建築 這個是第一步 那第二部分這個相關的才是這個後續必須要來協助辦理 那我想那個也可以再跟傳譯中心來再確認 事實上他們不是不要這東西 因為他就是在那個那個士林是在這個 應該年底就要正式正式 所以是不是主任也再說明一下 因為這個要以正式聽 謝謝 謝謝主席啊 那還有米福國米委員的這個垂巡 那可能資料提到上比較不清楚 那這個台灣藝館在這裡頭的角色啊 是應該是這麼講 台灣藝館在這個2002年的時候是先接替啊 這個其實這個空間之前是由這個 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的籌備處啊 就台南那個台灣歷史博物館啊 那他還沒有在台南興建興館之前 那一個籌備處就是借用這個空間 所以我們是接續他們啊 就是在跟這個國立山所去洽介 那因為台灣藝館他自己鼓館設 那時候在陳玉秀當主委的時候 那就是有協商就那個空間線作為 這樣的跟國立山所這個借用 也是無常借用 那三個月啊 那個一起的契約啊 那去借那個空間作為這個 這個台灣藝館的一個館設 那後來就是因為剛剛國立山所也講 他們有一個整體規劃 那附近周遭的土地也不只那個那兩棟館設 周邊的土地都有這個 他的一個鐵路區的宿舍都拆除了 現在都拆除了 那他們要做一個計畫 那我們也在兩年前就有跟他們密集開會 他們有要求我們要趕快簽出 所以我們也剛好就是剛剛主席我講 就是在芝山啊 有台灣戲語中心有大小兩個劇場 還有一個音樂館 那我們整個工程啊 其實就是要到這個這個月會完工 所以在跟他們交涉過程中 我們也一直很希望說 有這個可以讓我們先借用那個空間 可是因為他們的計畫 所以我們才會剛剛有報告 三月份啊 我們不得已我們就簽出了 那整個都騰空了 然後這樣一個情況 那也跟委員做一個報告 那不是我們不想要 而是因為那個就本來就不是我們音樂館的館設 他是屬於郭樂餐廠所 是之前我們跟他借用 那依照郭樂餐廠法 是三個月讓他們借齊一次 那後來就他們有整個計畫要求我們簽出的 是這樣子 那當然站在這個傳譯中前立場 那我們當然是樂見其成 然後就一切的尊重委員 他對於這個空間的一個指定 那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就是我 那個我可能要提醒所有在座 包括提醒 因為我們剛才已經有問他有沒有其他 因為我表示說沒有 現在是進入委員討論的階段 那我們先讓委員這個稍微討論完 如果委員覺得還有需要 我們會再請各位再說明 好嗎 可以嗎 好 張欣稍待一下 好 那不知道其他的這個委員 有沒有 問題就可以 當那個財務規劃是後來 當年最重要的原因是那個台北機場 就是財務的問題 所以在事情細節後來加了這一條 看來這是重要的事情 就在指定或是登入融化資產 然後必須考量這些事情 那現在不清楚 就是說現在寫的那個 就是請國有財產局說明 說明 我已經不曉得了 這個 我剛剛沒有先報告一下 我剛剛一邊 這個是 中文化資產登入或指定的時候 必要條件 必要條件 是那個 知情細節裡面 新加的影響 就是 當年是為了 去年是為了那個 台北機場的問題而加的 所以在做這個 文化資產評估的時候 就一定要做文化資產評估報告 那裡面文化資產只能當年問題 最重要的其實就是 管理人的錢從哪裡來 要有所說明 還是說音樂廳那邊願意將來再用 那就接吧 就將來就你們來負責正信 我覺得應該可以 很多人都沒有 沒有人是不是讓我們同寫說明一下 那個 因為 憲法是有強勢性的 因為它實施細則還沒有正式通過 我們可能不能用這個認定 以後這個會列入 列入這個 登錄歷史建築 或是這個文化資產 充分必要的條件來做一個假設 我還是請我們優客說明 優客說明一下 優客說明一下 這個是在那個 就是在7月27號以前 的確在執法有所謂要做一個財務評估 剛剛陳如明委員長 是因為台北機場這個案子 然後財政部因為有提出相 財政部跟交通部提出相當性的一個抗議 所以文化部才會配合這樣子 徵修這個條文出來 但是依照目前文化部 他們也有可能會再 針對那個所謂的財務這種可行性 他們也覺得說 其實文資委員還是要徵就 針對於文化資產的重要性 而不是純粹單方面考量說財務不可行 而就不可以指定或登錄 財政部也正在眼裡 要再重新把這一條廢止掉的一個可能性 這先做一個說明 那另外就這個個案來講的話 其實就我們的私下了解 如果國有財政署之後就是不打算把這個 登錄為歷史建築這一塊基地跟建物 還給國有財政署做管理機關的話 那可能文化部會有另外的一個 就是後續再利用的一個評估跟想法 他們也有正在同步進行當中 跟委員做一個補充說明 我在這裡也要補充說明 因為剛才有特別跟我們幼課確認 我有財政署這個在我們今天開會之前 並沒有把剛才提到的這個裁照啊等等 進行的相關制度提供 那這個部分也要跟委員說的一方面致歉 但是也要說明 因為這個部分大概是這樣 我不知道是我們府內委員 那個局長你們有沒有特別的意見 沒有 那那個 所以各位委員那個 先生老師 如果我們沒有 沒有那個特別的這個意見 剛才明復國委員特別提醒我們這個名稱 的確是稍微 是不是要討論一下 剛才那個明老師是有一個這個建議啊 因為他原則上面做是糧食局的倉庫 就是在這個 這個官戶前 是作為愛國婦人會的學校 那這點是這個 在他的人化意義上是特別關鍵 那我們是不是要建議委員們在這個 登陸歷史建築的名稱上 是要叫糧食局辦公室呢 還是叫糧食局這個倉庫 然後還是要加住說這個 這個前愛國婦人會學校 然後這個糧食局 草兔 是不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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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的事件其實比較重要 他還是比較早的日子時候出現的那個時候 就有點像那個國民政府的時候 他對遺嘴他也有遺嘴的學校 所以這些情形這是一個歷史事件 好像是比較有歷史上的意義 是沒有這樣的錯 不過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他後來新建這個建築 並不是原有的那個高等紀錄素效 如果說他就是這個 換我剛才一定是用文春 然後甚至我們就認為他有這個價值 但他現在問題就是說 他在地圖上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他不是原來的校色的建築 所以我覺得 我們只能在登陸裡頭一頭寫文春的照片 好不好 可以啊 我們看大家好嗎 林稱啊 林稱那還是用那個戰後的 就是糧食局這個倉庫 糧食局這個 你說他是辦公室嗎 也許他兼辦公室級倉庫 看這種高度啊 應該是倉庫堆這個帶莊的米 他不是那種散莊的米 他是那種帶莊的 就一包一包的 他是這種這種倉儲的方式 所以我建議還是糧食局倉庫 那至於說那個愛國夫人會這個故事 在我們的說明裡面的第一款 就把它點出來 回去聽時候 請問一下 還有我財產署在登陸這個財產的時候 當時的名稱是48年 應被完工 會不會 如果他那時候的名稱是更確認的 我們接管的原單位是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 我們就只有機關單位 但我們沒有任何的相關名稱 那各位委員 我們現在要叫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糧食局倉庫 還是要單純的就是叫做這個糧食局倉庫 因為這個名稱就是這個未來我們登幕的名稱 所以各位委員要 那我們那個各位委員是否可以同意我們提案人發表一下意見 好 麻煩張欣賀 這個倉庫雖然是糧食局所管理的 那麼他從來沒有坐過辦公室 因為我的山叔公跟我的母親他們那輩的人都在這裡上班 我們在這邊生活五十多年 然後整個家族在這邊兩百七十幾年 那我們對這個周遭的狀況和瞭解 因為我山叔公過世了 但是我媽媽她是民國二十八年子 她當時對這個部分還有存有記憶 這個倉庫非常確認是沒有作為辦公室使用過 但是她是根據這個糧食局把它委託給台北市 那當時鐵路局的機具科來管理 所以當時裡面所存了幾個重要的物資 是包含大米 也包含就是我上回所提到的就是枕木 就是枕木 因為機具科是管這個的 所以當時就在戰後在50年代以後就是有存放一些枕木 那大米這件事情我要特別解釋一下 那個米不是只有台灣的米 當時因為要做南洋戰爭 所以那個重建之前的之後 我聽說都是從東北的那個米 它要到往南洋作戰的時候一個戰存區 但是建築當然可能是不見得是這樣 好 謝謝這個張謙 聽起來真的非常有意思的家族史 那各位委員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是不是就按照當時他們這個接管 最正確的這個名稱來做等我 就是麻煩再把我們唸一遍 謝謝 那個麻煩從人就馬上跟你們 行政院農委會 不是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糧署 糧食主義 沒有 因為我們一定後面會 這個是比較完整 那是不是就是這個農糧署這個 這是現在的名稱 那個農 以前他怎麼會有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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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現在接管的 農糧署是後來才改的嘛 那之前他是糧食局審糧食局 台灣審糧食局被審了之後 那就後來變成農糧署 但是農糧署也是最近的 那糧食局是當時 在四零年代五零年代的當時的名稱 糧食局的倉庫 那我們就要 糧食局倉庫 好 糧食局倉庫 好 那我們就是在說明的時候 庶民是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 是那可以嗎 對 我也 那就是什麼 庶民家 因為這個真的是 對 倉庫 要再付出嗎 如果沒有 我們就還是定 好 那就付款 是 來 菁老師 我的前見是這樣 就是說 一個建築物 我們定它這個文字的價值 是著重在它的社會的價值 文化跟歷史上的價值 那麼它的使用 因為有不同的階段 有不同的使用方式 一個就是建築物本身 那就是說 單純的就是 紹興街31項53號 這就是單純的建築物的這個價值 如果它是歷史事件 比如說 它是以後做糧食級的倉庫 那對糧食級的倉庫 有重要的在台灣的社會上 還有重要的一個歷史上 有重要的貢獻或者事件 那我們就以倉庫為主 那如果是糧食級的這個辦公室 就是糧食級它 因為我們這個戰後以後 的確糧食 糧食政策對台灣是很重要的 可是這個地方扮演 是不是有重要的決策 不然的話 它只是單純就是一個這樣 建築上的美學 那你還是回歸 就是31項53號這個建築 然後再說明是這樣 這樣才能夠顯示 我們把它變為歷史建築 它主要的重點在 這個價值所在 這個我的前進 來 會委員會針對剛才的 我會針對剛才的 我會針對剛才的 我會針對剛才的